五一假期开启,随着两地恢复全面通关,香港成为很多内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连日来,来港内地旅客数目逐渐攀升,时隔三年,对于内地旅客来说,香港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旅游的新体验如何,赴港旅客心目中的最佳景点又会是哪里。 近日,中心社记者随机采访了来港旅客,请他们分享来港旅游的体会。 我是第一次,我是第二次过来,我们是从武汉过来的,北京,我们是从福建厦门是过来的,从江苏苏州过来的。 抖音上面会推出深圳的景点,迪士尼或者是海洋公园跟深圳的一个景点的连票的一个活动会优惠很多,差不多能够省掉一张门票的钱。 这回来香港主要是带孩子玩,然后购物,今天天气挺好的,就带孩子来迪士尼玩了。 因为那个五一半假了,然后我们就过来玩,刚有假期就过来玩一下。 为了两个小朋友来到迪士尼,来娱乐。 请了一个跟拍,然后想把他这个旅行时候比较快乐的感觉给记录下来。 陪伴一下小公主让我自己也可以再变回一次公主,毕竟这样的机会比较难得。 游客真的好多,我以为五一前一天游客能少一点,我俩所以错峰出行一下,但是今天依旧人很多。 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很多吃饭的逛街的地方,人流量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通关之后肯定会比原来更方便。 挺热闹的,人很多,我发现那个从内地过来的人也挺多的。 我们四个都是第一次来香港,觉得香港是个发展很好,然后想过来景点也很多好玩的,然后想过来看一下趁着五一有价。 面貌新了很多。 像我们之前包括这次来的时候,还是准备了这个以前留下来的八大通卡,但是这一次呢我们乘坐地铁这些交通工具的话,就可以用手机的这个支付宝上的电子出行。 就和我们比方说上海啊,南京啊,北京啊,它的出行方式是一样的,非常便捷,然后它的汇率呢就会自动地转换,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再去买卡,然后再去存钱,还是很不错的。 港人对我们也很友好,包括昨天去龙城大药房买东西,阿姨还特意提醒我,这个手机需要放在口袋里面啊,小心一点啊,然后问小哥哥路,然后我说我走错了。 我已经走错过那个路口了,小哥哥还追着我去说,哎,啊,你走错了,走过了,啊,特别感谢,我就是感觉到了港人的热情,呃,大家的心始终是在一起的。 首先会去迪士尼,对,因为我们很喜欢迪士尼,我们还想去港大,然后从港大爬山爬到太平山山上,对。 嗯,西九龙啊,这些地方,还有那个维多利亚港那边啊,啊,就故宫啊,新九文化区啊,都是新的啊,蛮好,都去逛一逛,啊。 维港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夜景是非常非常迷人的,每一处的地方都有香港自己的特色,可以来一下迪士尼,恢复一下你的少女心。 我过去一间十二那里还比较蓝,因为有很多漂亮的小别墅,看看有钱人的生活。 我觉得长州岛吧。 哎,我也想说里岛那些,我觉得它比较值得逛一逛。 可以看看海,还可以爬爬山。 对,还很有特色,而且人也没有那么多。 嗯,带小孩来,我觉得就是迪士尼和海洋公园吧,那小孩也有的玩。 那带老人,我觉得可以去什么维港啊,山顶啊,看一看。 嗯,黄大仙吧,还有就是,就是香港的夜景也是很美的,就是能体现出香港的繁华。 可能是星光大道吧,对,因为那边其实还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很欢迎大家都来香港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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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